在這段時間香港發生的事 其實我看著那些視頻是哭了好幾次的 我見到那位媽媽站在警察面前 叫他們收工 她說我什麼都沒有 我沒有武器的 那時候看到是我哭的 也都看到太古廣場 那位35歲的爸爸跌下來的視頻 我在上個星期日去教會廣道的時候 心機聽到 心情是很沉重 但到晚上我看回這些影片的時候 就真的忍不住就哭 上個星期日我是說著做神喜悅的事 也都是說著獻身的事 是用羅馬書十二章一節說的 所以我用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此事奉是你所當然的 由6月9日一直到現在我看到很多人 是走出來 為他們理想的公義 為他們 一些認為情罪不易 他們抗爭 我亦都有幾十年的好朋友 他的兒子是做警察的 都是基督徒 我亦都知道我有些好朋友 家人 他們是去到現場 跟警察對峙的 當然他們不會拿磚頭 不會拿鐵條去扔人 我很希望大家能夠 平靜地去處理 我想起提多書三章二節的一節經文 我們作基督徒的 不要毀旁 不要增徑 總要和平 向眾人大顯溫柔 我們要請教授 拜託 我會請教授 你們 我們說